- 賀瓦 - 賀瓦 - 來來首行首行 - 今天剩一半 第二堂 - 覺得他明天應該可以繞去 - 他明天看就知道 - 也有人按讚可是又沒有反應 - 竹槐論對我來講是 - 快速又沒有反應 - 十點三三 禮拜五好快 - 走 - 十點三 mand - 掃發 - 最後一一"! - 二言 - 鍋子 - 噁 - 柯子 - 鍋子 - 香腸 - 你們都沒有反應 - 塊 - 豆 - 鍋子 - 鍋子 - 鍋子 七點八分 禮拜五 昨天晚上 我昨天不是有烘豆子嗎 然後有一個宜蘭的朋友啊 他前前後後跟我買了幾次掛耳包 看到我烘豆 他就問說有豆子嗎 我說你喝完 因為他才十月十幾號的時候才剛買了二十包 今天月底他就喝完了 喝滿快 他好像滿喜歡爺家的 然後後來昨天烘 他就說他要再二十包 那我其實我目前沒有在賣掛耳包 其實我是沒有 因為我根本賣不來 像我昨天烘兩鍋爺家 大概烘出來大概只有五百克左右 他要二十包 大概就用掉兩百四十幾個 等於一半就沒了 那我本來這樣一罐大概可以喝一個禮拜 那我如果賣給他 我等於我下個禮拜 大概禮拜三 我又要烘豆子 因為我目前的那個RF300機器 一次就只能三百克的生豆進去 那烘出來大概就只有兩百五十幾克 是容量偏小 昨天有沒有 滿滿的 今天剩一半 不過老實說啦 有人喜歡你烘的豆子 然後他買過 不錯又要繼續跟你買 心裡是有點開心 有點開心 比方說我本來很擔心說自己烘的豆子之後自己覺得很好 以目前來講啊 有喝過的大部分都說不錯 像掛耳包 除了他之外 我好像還有賣給兩個人過 有時候很 那種賣的心情很複雜 因為 你如果說我拿來送 可是說真的 因為他太花時間了 如果送習慣的話 變成不送很不好意思 所以就想說 好吧 那你如果要我就買 至少補貼一下我的工嘛 對啊 結果沒想到 欸 一次 我本來以為他要買一次 不會就不會買 結果他還買第二次 買第三次 這讓我思考說 是不是我的掛耳包真的可以拿來買 不過說真的 因為他有點花時間 像二十包 我如果要製作的話 大概要 不管烘豆的時間 就光 從無到有 從包裝上面要印製 印製 然後要封裝 要磨豆子 大概要半個小時 二十包 大概要花半個小時 應該要 剛好今天比較 比較鹹 就可以這樣子弄 昨天有人問我說 我那濾布多久換一次 因為我的濾布 我是有 有放冰箱的 我洗完之後會泡在 過濾水放到冰箱去 所以他不會有油 油臭味 所以可以用得比較久 有分層 上面都是粉 下面在浴浸 我這次的豆子是酒香日曬 安娜索拉鎮 野百合春 古蹟的 我覺得不錯耶 我覺得不錯 那個味道 我本來想為什麼 弄一個叫酒香日曬 它的確有一個發酵味 它的生豆就很明顯喔 就有一個那種 真是有那種發酵酒味 日曬豆 所以它的銀皮也比較多 那另外一支豆子是 宏都拉絲 拱馬雅瓜 小樹莊園蜜處理 那支也不錯 我今天用Espresso 蠻好的 不知道 我總覺得每一次的豆子 我都覺得不 因為我買的豆子 也不算便宜 也一公斤要四百多塊 算一算 其實成本也不低 但是自己喝是很OK的 自己喝 OK 像我這支生豆就買了四千多塊 買四千多塊 兩大包 五公斤裝兩袋 應該可以喝個一劑吧 三個月 應該 應該 這次的椰加我很喜歡 我每次都一定會買一個椰加 然後一個是比較適合生焙的豆子 就隨便 因為椰加的豆子比較小顆 那適合做Espresso 通常都是像肯亞啦 花神啦 像還有這次的宏都拉絲 小樹莊園的蜜處理 都稍微大顆一點點 比較適合做Espresso 反正總之蠻好玩的 我覺得 然後另外今天是另外有一個 一個朋友在三重 明天我會上課 那個女生的先生 他每次都跟我開玩笑說 因為他老公姓醬 就跟我開玩笑說 江信男子說要自己去找你拿獨輪 他們兩個的對話很有趣 我蠻喜歡他們這對夫妻 那今天就來 本來是說好明天 明天要上課 我順便把Espresso帶過去 結果 我本來就覺得他有可能會提早拿 但是沒想要撐到今天也不簡單 今天禮拜五 今天跑來拿 我們剛剛在樓下 我有拍他 拍他滑一小段 蠻厲害的 我說他蠻厲害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自己學的 那個先生是自己學的 他大概學一個禮拜就學會了 他沒有去上課 可是老婆來找我學 但是先生自己學會 還有我覺得他個性比較 比較勇敢一點點 很敢試 所以很快學會 他本身又會滑雪 會滑雪 然後之前 玩獨輪之前是玩滑板 然後太太也會滑 太太滑板好像也滑得不錯 因為他說 他先生滑獨輪 他可以用滑板追他 然後他是越野胎 我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蠻不錯的 為什麼他先生學他也要跟著學 不然先生自己會滑很快 太太一直出去的時候 就比較會顧慮太太 就不會滑太快 我覺得他這個想法很好 很好很體貼 兩個夫妻又可以一起玩 又有共同的話題 蠻不錯的 那明天會再上他的課 他第二堂 那我是覺得他明天 應該可以繞全 我覺得啦 我覺得 明天看就知道 因為他有滑板的基礎 平衡感算不錯 但是他膽子沒有先生大 明天 明天 就來上課 那今天除了 面膠這個 還弄咖啡 沒做什麼事 其他就是看看網頁 然後我最近有發現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錯覺 還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人 有經營粉絲團的 最近 因為我被強迫改版之後 回不去舊版的 我發現我發的文 的觸及率或回應 都比之前都低 像我之前有發 例如說二手的東西 或者什麼 就很多朋友在下面加一 可是這次我反應 我看一樣有些人有按讚 可是按讚數比以前都少 然後留言也比以前少 所以變成我PO一PO沒什麼效果 沒有效果我就很閒 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啊 因為年底我想要盡量把一些 庫存也好 或者沒在用的東西也好 我想把它多少賣掉了 那連我昨天 GOGOLOPO了 也有人按讚 可是就沒有反應了 對啊 其實GOGOLO我 我也想要賣的原因是因為 它擺在那我都沒用 每個月都要 因為要換電池去擔心 其實如果不是電池怕壞掉 我真的可以放半年都不動它 對啊 但是因為今天 今天是我們每個月付月租費之外 我還要擔心保養那顆電池 還要跑去換電 對 這一點我覺得有點煩 所以有些朋友在說 像不是有些人有開車需求 會夢幻 夢幻是想要換一台特斯拉 我完全不會 不會想 有這種想法 買特斯拉對我來講也很勉強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我真的用不到車子 以我現在的狀況的話 我真的要用車的話 我到我後面去租愛瑞 租愛瑞對我來講是快速又沒有負擔 真的我推薦你們 如果真的沒有一定要買車 現在愛瑞很方便 然後我本來想說 因為它有一個推薦制度 我又把我的愛瑞的推薦碼放在那個影片 我每個影片下方都會放 我想說應該沒有人會因為這個跑去租車 然後我會有得到回饋 我是放放看而已 結果我昨天看 昨天來前天看變270 對變270 對變270 對啊270 270分 270分鐘 等於是多了140分鐘 140分鐘就兩個小時 所以如果我有短程需求 例如說我要去Costco買東西 然後要用車 我就去租一下就過去 就好 你如果真的沒有回饋一個小時多少 99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不到200塊 當然它還算有錢 一公里三塊錢 可是到Costco了不起10公里 10公里就30塊來回60塊 所以你不到300塊的 不到300塊的費用 你就可以去Costco逛兩個小時 這跟你叫計程車差不多 對不對 我給你們參考 好啦今天禮拜五看影片 禮拜天 對 週末一塊 禮拜天那天 也有一個教學 對 那個朋友是 他來學之後 他訂了V11 但是 因為他是要那個雙11的月圓方案 那個會在11月底才交錯 他就想利用這段時間 大概三週的時間把它學起來 然後V11來他就直接可以上 那我相信那個朋友 因為我認識他有一陣子 他滑板也滑很多了 我覺得他應該會學很快 好 掰掰 帥 這個完整 完整